歡迎收看本週的電動工具教學影片 我是David 今天這集就是要來介紹 每個家庭都該準備的電動工具 電鑽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我頻道的觀眾 我有一個新的系列 這個系列會教你木工廠用電動工具的 如果你剛好對這類型影片感興趣 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學習電動工具的知識 讓你更安全 更有效率的做木工 那在開始介紹電鑽之前 我要先來回答觀眾在 修編機教學影片底下的留言 想知道家用的吸塵器可以改成集塵嗎? 其實我之前用的都是家用的吸塵器 也是有一定的集塵效果 不過集塵效果還是有差 集塵桶也要很長清理 因為它適合定為家用的 所以容量不大 好那我們就回到電鑽 為什麼我前面會說 電鑽是每個家庭改準備的 其實是因為只要你有一台電鑽 不管你要所組裝家具的螺絲 還是在家做一些小工程 只要一台電鑽通通都能包辦 可以鑽水泥牆 可以鑽鐵、鑽木頭 還可以鎖螺絲 那我可不可以不買洗塵機 用電鑽代替就好 我到影片後面再實測給你看 這集我會介紹電鑽 以及木工常用的鑽頭 尤其是鎖螺絲的神器 橙孔鑽 我們先從電鑽的外觀來看 前端這個是夾頭 可以看到它有三隻爪 所以又叫做三爪夾頭 再往後有兩圈調整環可以調整 第一圈有許多數字 從1到18 這是調整轉速的 猜怪 我一開始接觸木工時 也以為這是調整轉速的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調整扭力的 木鐵有在使用說明書 整理出一本表格 用什麼螺絲 鎖什麼木材 要用多大扭力 放在這邊給各位參考 第二圈是調整加工模式的 分別是 鑽孔模式 旋頸螺絲模式 衝擊鑽孔模式 鑽孔模式可以鑽鐵或木材 旋頸螺絲模式顧名思義就是拿來鎖螺絲的 終極鑽孔模式可以鑽孔一牆 例如你買了個層架 要鎖在牆上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模式 再往後這裡有個開關 這個是速度變換感 這個才是調整速度的 一共兩段 下面這裡是開關扳機 往上一點是反轉開關 可以控制正轉反轉 卡在中間就是鎖住扳機 先鑽本體介紹完了 接著就實際操作給各位看 我先用八咪的木工鑽示範 把正反轉按鈕 由左往右推 左手握住電鑽前端 慢慢扣動扳機 直到三爪夾頭開至鑽頭可放入的大小 將鑽頭插入電鑽內 再將正反轉按鈕 由右往左推 一樣握住電鑽前端 扣動扳機直到鎖緊為止 這邊要注意不要硬鎖 讓機器發出這種聲音 這樣很傷齒輪 電鑽轉到緊後 剩下用手鎖 確保正反轉按鈕是左邊突出 右邊是平的 這樣才是正轉 好這樣就可以鑽孔了 就是這麼簡單 拆開也非常簡單 把正反轉按鈕往右推 握緊電鑽前端 扣動扳機 這樣就放充了 接著示範鎖螺絲模式 你可以依照木材跟螺絲 調整電鑽的扭力 那我們先調到12試看看 我先不銀孔鎖看看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銀孔是什麼 銀孔就是用小魚螺絲直徑的鑽頭 先在木材上鑽一個洞 之後再鎖螺絲 第一 螺絲會依照你的孔往下鎖 比較不會鎖歪 第二 木材比較不會鎖裂 像這個黑螺絲的直徑是3.5mm 我就用3mm的鑽頭銀孔 這樣就會好鎖很多 再來介紹橙孔鑽 橙孔就是讓螺絲的頭沉下去 低於木材表面 除了美光外也不易受傷 橙孔鑽一共有兩個鑽頭 細的鑽頭它的功用就是銀孔 上面這邊就是橙孔用的 鑽一次給你看 這樣正面就有個8mm的孔 背面就是一個3mm的孔 再鎖螺絲 是不是好看許多啊 我會整理一本鑽頭的電子書 裡面會介紹到木工鑽、鐵工鑽 或是居家DIY常用的鑽頭 你可以加我LINE傳送訊息 我要鑽頭介紹電子書 如果你有其他電動工具相關的問題 也歡迎跟我預約一對一的諮詢 免費解答你的問題 那至於電鑽可不可以代替起子機呢? 如果你是鎖小量的 我覺得可以不用花錢再買一把起子機 但用電鑽手螺絲 要很注意手腕 很容易用力過猛扭傷手腕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過